当然无了,现在一直在求美国谈判, 求到点了地,一些会激能力都无, 以前只有八口,现在连那八口都藏了, 可以这样说全部挨打, 在北戴河老人家都说你一定要跟美国修备好, 知道,这个财路就是美国, 那麽多年的发展就是靠美国资本, 靠美国货技、美国资本、美国市场, 什麽都靠美国人,你现在断了自己的在路, 谁那麽蠢,但他以为可能下面人告诉他, 现在中国力得不得了美国都要靠他, 受这大应判,说来说, 阿习很多北京的高官都是, 我9年12月都跟他们经过, 他们还说,我们好点,美国都是靠我们的, 还是这样的心态, 现在特朗普就做给他看,我不靠你, 现在这麽及格他都说,我就是不靠你, 我们无一样东西需要你, 有些事你做的事我们给鬼少少, 没什麽大不了, 我都讲了在北戴河, 阿习受到很大压力, 说你怎可以跟美国, 原本那帮远老说他不应该这样对香港, 但他死都要站硬, 他说香港是治安问题,有这样东西, 所以香港不是比较硬, 现在美国就比较远, 所以他对美国的口气, 你看看华春莹的口气, 外长那个口气都远了, 没有,跟美国基本上不敢扯, 在环球时报在吴石津说两句话, 但都是很远的, 完全都是以前战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, 他们都是,前几个月不去当然不对, 洪水法都说不重要, 现在更重要, 当然北戴河的人劝他去,实际就给压力他, 他就趕快安徽, 他去,李克强当然又要去, 但现在那些人当然对习很有意见, 所有上上下下, 整中国全中国, 因为他一事无成, 好一件事做出来, 又说做这样做那样, 直至全部拉美, 反而那些人就偏好李克强, 觉得李克强可能可以说两句共同话, 现在习毛泽东, 李克强他们希望是周恩来, 但这个制度谁都死, 你说当时周恩来够好, 搞到最后又是共同无反省, 为何要改革开放? 都不是文革, 没去到文革那麽厉害, 你看看现在国内, 你跟那些人谈话, 什麽都不是很严重, 但习要清理整个公建法系统, 因为公建法系统以前是江家馆, 马建柱、孙力军那班人, 现在整班人那班人以前有腐败, 因为权力实在太大, 做事根本完全在共产党所谓法律都是反法, 你说去年在香港又打死人又强奸, 根本是瞞着中央做的, 中央这些事就无理由叫他做这麽事, 那公安在香港已经完全不听中央话, 现在这班人全部换, 我的看法包括PK等, 实际他当PK等都是中国部份, 他拿回去整,现在人失足中, 即是所有整个公安都八字, 系统要做一个大整顿, 因为他们的权力完全中央管不了, 所以要整个大整顿, 老实说换来换去都是这班人, 只不过你有时控制到, 有时控制不到, 但你坏事照做, 你看看现在江派刀柏子, 所有以前的人全部换, 上海警察局长都换了, 香港这些姓邓这个人当然不碰, 他们那班人不只是做坏事, 他们乱起来做坏事, 你明白吗, 好像这个姓邓柏子本身是等于香港代理, 他们需要趁独国外发生关系, 就交给姓邓这个族, 你说这个人知道多少秘密, 都不是稀, 因为为何呢, 香港去年整个警察纪律部队失控, 就是因为他们中共来搞, 还派大陆公安和大陆武警进来, 穿我们警局衣服来做事, 拿我们的人戴坏了, 现在需要重整, 我们香港应该收到命令, 在重整, 又抓一下元朗的人, 那些白衣人, 整件事都在整顿, 但有多少效果呢, 共产党那些表面做多, 实际到后面全部烂尾, 起码去年那班坏人下台, 现在另一班坏人上场, 这班坏人开始时会好, 正常又不断碎, 这套事自己看乖了,看了七十几年, 一向都是这样,以为好的事就变成了碎, 就好像阿札那样,以为他好碰, 怎知到最后又变成了这样, 又不用伤害自己,又不用伤害收入, 就是要这样,不然怎样对付他,又炸掉不出声, 好像那班公民党、民主党炸掉不出声, 我们有议会抗政,怎知议会都是非法, 现在讲来讲去,但没了一张票,没了投票就无人讲, 你说这班人是退给民调,他先投时不敢, 先投又说他直接延续,后来外人人骂到他死, 就搞了民调,但民调又出走手脚, 所以你看看我这些节目,我这几天都骂到他飞起, 民调裡面你说黄丝议员应不应该进去, 这是黄丝内部决定, 为何又拉蓝丝来做民调,哪都可以, 所以根本是很大问题, 现在老百姓眼泽雪亮看着他, 我就说如果他们真的进去, 以后这班人党和这几个人都不用出来算, 我这段时间都是我们丧失了这个权, 一定要拿回这个权,这是我最紧张的事, 因为你说那些议会抗争那些是实际转移时限, 关键我给选举决我们。 感谢您的父母, 您可以帮你再讨论烈鸭勁吗?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